何润东有着多重的身份 他是台湾的男演员 模特 歌手 制作人 大家对他印象 比较深刻的就是在很多影视剧中饰演经典的角色 英俊潇洒的形象深入人心 他在大二时就被音乐制作人发现而入行 参演了第一部电影《梁柱》正式出道 而出道多年的他 更是绯闻鲜少 说他是老鲜肉 是因为这么多年来 他的容貌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还一如刚出道那时的模样 如今的老鲜肉也已经结婚了 2016年与女友佩吉在台北登记 结婚 佩吉是圈外人 聚悉两人相恋多年 感情一直很稳定 近日 何润东晒出了和老婆佩吉出流的照片 照片中的佩吉个子很高 铺白帽 美气质十分的好 据悉老婆比他小六岁 曾在柜台工作 与何润东结婚后便辞去了工作 两人在一起的画面很有爱 颜值和气质各方面都很搭 说到古剧鸡 说到古剧鸡 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情深深与萌萌中的和 舒缓了 而他也是华语流行曲歌手 演员 主持人 漫画家及设计师 古剧鸡天生长着一张娃娃脸 虽然已经46岁了 也丝毫没有一点显老的样子 他身 碎的毛子中透出多情 善良甚至有些忧郁 也是典型穷摇笔下描绘的忧郁男子形象 温文尔雅的举止 在娱乐圈打拼多年先有绯闻 是个乖乖男 而就是这样的他 感情生活也十分的单一 与助理女友陈韵晴有一段 长达20年的马拉松爱情长跑 两人于2014年步入婚姻殿堂 陈韵晴比古剧鸡还要大四岁 1993年古剧鸡由艺人身份签约成为歌手后 陈韵晴便是其贴身助手 岁中日久 生情 陈韵晴为了古剧鸡宁愿放弃高薪厚职 多年来一直无怨无悔的在他背后做隐情女友 真是十分的了不起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对恋人当初公开恋情的时候 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大家纷纷表示失望 原来基仔找了一个如此相貌平平甚至有点丑的女友 陈韵晴相比较圈内女星而言 是相对平庸了一些 而古剧鸡也从来不是以貌取人的 他和女友有20年 这感情基础就如古剧鸡所说 没有他这个弦内注就没有今天的古剧鸡 对此你怎么看待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